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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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无量 只是为了利益无量 任何一人见佛光照 或者佛光照的身上 都是当下就得身心安乐 并且这种安乐 不是世间任何安乐所能比的 这是一种清静 真实的 极殊胜的安乐 于是自然就引起了他的慈心 自然勇于作善 更重要的是生起来生我国的宏愿 因此他就能生到极乐净土 所以真正见到阿弥陀佛光的人 都得到这样殊胜的利益 莫不安乐 慈心作善 来生我国 这三句经文非常重要 对我们现在人来说 是非常迫切的需要 为什么 我们生活在这个乱世上 身心不安 富而不乐 贵而不安 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怎样能使我们的身心安稳 读无量寿经 把经典里对我们的教导 完全落实在生活中 你的心就安了 为什么 这个世界看破了 知道这个世界 为什么这么混乱 不安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知道了因 我们自己不造这个因 我们自己把自己转过来 不要去转别人 要转自己 自己转过来 多么安乐 发起充满 我们看海鲜老和尚 所有见过他的人 都说他慈悲 没有人见过他不高兴的样子 无论什么时候 什么地方 你接触到他 他都是欢欢喜喜的 让人感受到 他的爱心和温暖 这是什么 这是阿弥陀佛 借着他的身体 在放光 放磁光 放悲悯之光 放救护之光 就在他身上表演出来 无量寿经 光明辩造品说 欲丝光者 构灭善生 身意柔软 构是污构 恶浊 指种种的烦恼 这些都消灭了 自然生出 普共众生 同生极乐的善愿 身意柔软 缩破世界众生 最大的弱点 是刚强难化 兼职情建 不肯放舍 所以难以化度 但一遇到佛光 身和意都一起柔软 诸佛才可以施教 受教者才能得度 这就是欲光所得的法义 观经说 光明辩造十方世界念佛众生 设取不舍 所以我们说 念佛法门 是藏他力 佛光 辩造十方世界 一切念佛众生 永恒的设取 而且 一个也不舍弃 凡是欲光的人 都可以往生佛果 佛光的利益 佛愿的宏广 佛恩的身后 都是不可思议的 第十五愿 寿命无量愿 愿文是 我做佛师 寿命无量 第十五 寿命无量愿中 守卫彼土 教主寿命无量 我做佛师 寿命无量 如法华说 山海会如来 寿命无有量 移民众生物 为什么无量寿 唯有无量寿 才能度众生 所以寿命不是自己要的 自己不要 那是真无量寿 为什么 法身没有寿量 佛的法身无量 我们每个人的法身 亦无量 法身跟佛 是一 不是二 大经上 有句话说 十方三是佛 共同一法身 不但是一法身 智慧 德能 都平等 都记足 由此可知 此地讲的寿命无量 是说什么 说报神 说硬化神 硬化神 亦无量 释迦牟尼佛 在我们这个世间 三千年前 事件 注释八十年 怎么是无量寿 八十年 是现身 教化众生 他在地球上 无量寿 我们不知道 史传里面有记载 智者大师 是释迦牟尼佛 化身再来的 永明 颜寿大师 善导大师 是阿弥陀佛 化身再来的 于是我们就知道 化身 也没有生命 众生 缘成熟了 他就现 众生缘 进了的时候 他就没有了 你看 他为谁 为众生 众生真想他 他就现全 众生 把他忘掉了 他就不见了 随时在 所以 楞严经上 所说的 当处出生 随处灭尽 说的太好了 你有心愿求他 他就现全 你没有心愿的时候 他就不见了 我们有心求他 他为什么不现全 我们心不清静 要清静心求他 马上就现全 平等心 那不必说 看下面一段话 盖 教主 住室 时短 则 化事 短促 众生 难遇 教主 常住 则 化缘 无穷 历生 无尽 呈现法师 赞叹说 佛寿无量 化道 至德也 教化众生 第一德是什么 佛寿常 佛永远在世间 谁不可养 此愿灾 众生所希望的 用弥陀 是报佛 极乐 是报土 教主 寿命无量 是真实无量 非有量之无量 在极乐世界 可以说是究竟 真实 这是非常稀有难得的 这段话 以现在语言表之 寿命无量 只绝对之无量 非相对之无量也 相对 是无量对面 有个有量 有量跟无量相对 这就告诉我们 不是相对的无量 是绝对的无量 这个境界 这个境界不可思议 第十六愿 声闻无数愿 愿文是 国中声闻天人无数 寿命无数愿 寿命一皆无量 甲令三千大全世界众生 西成原语言 与百千节 西共计较 若能知其量数者 不取正觉 阿弥陀佛 光明无量 光明无量 寿命无量 弟子无量 有人有这样的疑惑 悲华经里是这样说的 为彼佛国土 无有声闻 辟知佛城 所有大众 纯是菩萨 无量无边 悲华经 介绍极乐世界 全是大乘菩萨 没有声闻原觉 这说的不一样 怎样理解 愿文中的 国中声闻天人无数 对于这个问题 成现时 是这样说的 金经 何云声闻无数言 盖此二者 闻虽相左 而亦是无伪 就是没有违背的意思 金经三倍往生 巨云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三倍生者 通通已经发菩提心 所以一定是菩萨成 故悲华云 纯是菩萨 是在极乐世界 上境下空老法师 对这个问题 有比较详尽的解释 老人家是这样说的 我们应该要知道 我们应该要知道 说声闻 天人 都是随顺我们世间说的 极乐世界有四土 三倍 九品 都是随顺我们这个世间讲的 实际上 实际上 他那边没有 怎么说没有 你把四十八院都看圆满 你就完全明白了 皆做阿维悦志菩萨 无论是天人 是声闻 是圆觉 是三成全教 到极乐世界 通通都是阿维悦志菩萨 不就平等了吗 阿维悦志菩萨 是什么等级 法身菩萨 所以通通都是明心见性 这个不是往生的这些声闻 天人修的 他们没有修 怎么会变成法身菩萨 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加持他 让他变成了 可不可能 为什么其他的佛没有这样做 释迦佛有没有能力 加持我们做阿维悦志 有能力 有能力 为什么不使 我们要问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一定说 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已经在做 你到他那里去学就行了 释迦佛 释迦佛 保送我们到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迎接我们 这都省事 佛佛道同 佛佛互相赞叹 佛没有嫉妒障碍 你做了 做得那么好 那么圆满 我这里刚强难化 业障深重的人 统统送到你那里去 送到你那边 就全解决了 这就是释迦跟弥陀的心愿 我们了解 佛佛道同 释迦 弥陀 是一 不是二 既然那边做好了 这边就不需要了 诸佛如来 不争信重 你看 弥陀办得好 释迦就把他的信徒 介绍到那边去 只要肯信的 真正相信 你就学这个法门 肯定去得成 肯定是真实的 不是假的 释迦牟尼佛 不会骗人 我们对佛 要信得过 这比什么都重要 国中 生门天人无数 寿命一节无量 日本成宪法师 称赞 这是净土第一德 在净土 饶意众生的功德中 这是第一的大德 他打个比方说 极乐世界 这样十分殊胜 见佛文法 亲近圣众 无有退缘 处处增上 如果人不久之后 仍然会死 那就像个 玉杯无底 一个极宝贵 精美的玉杯 没有底 那有什么用 再好也没有用 生到极乐世界 倘若还是要死 就是退缘的根本 所以寿命无量 是净土第一的功德 忘息师说 诸乐根本 只在此愿 极乐世界没有诸苦 半寿诸乐 根本就在这个寿命无量的大愿 在极乐锅里 常见弥陀 恒文 妙法 一切时 一切处 都是增上因缘 都是使你增上 流水 宝树 都在说法 闻香 吃饭 增长 上根 一切一切 使你增上 而且你想听什么法 就听什么法 更重要的是 一听就懂 极乐人民 处处增上 没有退缘 尤其是寿命无量 焉得不成佛 佛法难闻 不仅是说 你没有机会听见 而且你听见了不懂 所以开经时 要祈求 愿解如来真实意 极乐人民 一听就懂 又没有退缘 寿命再无量 所以不管根气如何 临终念佛 能往生 都决定成佛 极乐世界 殊胜 就在此 就凭往生极乐世界 皆做阿维悦志菩萨这一句 你就应该下定决心 这一生往生净土 就凭极乐世界 无量寿 你也应该下定决心 这一生往生净土 老法师讲了这样一个事情 一个参加香港受戒的同修 告诉老法师 戒谈师父 劝他要修 粘插颤法 老法师告诉他 粘插颤法 包含在一句佛号当中 你念这一句佛号 粘插颤法 粘插颤法 全修了 那个同修 听明白了 不能见这个 就学这个 见那个 就学那个 那你就乱了 你就把极乐世界 放弃了 五十字极乐世界 无始节的罪障 这个法子都好 不能再换了 换题目就错了 不可以学这个法门 又想学那个法门 那就完了 要学 善才童子 善才童子 五十三餐 头一个餐 吉祥云比丘 教他念佛法门 他就一句佛号念到底 一生不改变 他参访 许与多多法门 怎么样 你这个法门 我明白了 我感谢你 我不学 还是念阿弥陀佛 五十三餐 善才童子 是一句弥陀念到底 念到最后 普贤菩萨 十大愿望 倒归极乐 他圆满成就了 他没有说 参一个法门 就学一个法门 再参一个 又学一个 那他就学乱了 这个榜样 竖在那个地方 我们不可以不知道 善才童子成佛 是信愿持明 往生极乐世界成佛的 五十三餐 是做榜样 给我们看的 可不可以学 可以 去随喜一下 看看他修的什么法门 自己这个主修的法门 如如不动 这叫练得 我对那个法门 欢喜 赞叹 因为他度一类众生 随喜赞叹 不学 还是一句弥陀念到底 没有看到 善才童子 参一个 学一个 没有 那他为什么要参 给我们看的 怕我们参一个 学一个 参两个 学两个 结果学的乱七八糟 给我们做榜样的 这个道理 一定要懂 要不然 就把大成 毁掉了 金刚经 给我们做证明 法上应设 何况非法 法可以学 可以听 但不修他的 说起来 样样都懂 做起来 我一门深入 这是不可以不知道的 多少人 不明白这个道理 学许多法门 结果一门都成就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 成现实曰 修行佛道者 死魔被恐 生死间隔 退缘根本也 我们对这句话 要提起警惕 佛对这件事情 非常重视 哪个人能保证 你明天还在世间 明年还在世间 靠不住 经上告诉我们 人命在呼吸之间 一口气不来 这一生结束了 到哪里去 自己不知道 迷惑颠倒 所以才把三恶道 当作善道 他要知道是恶道 怎么会去 不知道才去的 进去之后 出不来 愈迷愈深 造作罪业 就是起心动念 越来越严重 非常可怕 这是退缘 这是退缘的根本 一死之后 一落千丈 见佛文法 执欲盛重 供养诸佛 亲近善友 自然快乐 无有重苦 欺得非欲 一是一种 不止一种 都要寿命 若寿命短促者 遗恨几尽 按念老的话说 没法子计算 这语愿 太重要了 提醒我们 就要求长寿 长寿能求到吗 能 怎么求法 念佛 往生极乐世界 就得真正的长寿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这一生 什么是最大的事情 应该就这件事情最大 我们求真长寿 不搞假的 假的东西通通放下 这个决心要下 要真下 要真下 说到这里 老法师有这样一段话 我读了深有感触 全文抄录在此 遗想 读想 诸位同修 所以 我曾经说过 大家 反对 汇集本 我不能反对 为什么 老师传给我的 我相信 老师 不会害我 相信老师 爱护我 所以 我不会背弃老师 我说 全世界人都不相信 我相信 没有人肯学 我一个人学 我们既然拜了老师 还违背老师 不听老师的话 这就是背诗叛道 背诗叛道 果报不好 成就很难 对老师那种真诚 恭敬心 没有了 现在遇到一个好老师 不容易 好老师 遇到一个 真正一教奉行 不被诗叛道的 也不容易找 很难找到 真找到一个 法就传下去了 好像接的赛跑一样 你这棒子 有人接上去 都不好找 交棒的人不好找 接棒的人 也不好找 可是发真诚心 就会遇到 这段话 是老法师说的原文 我一字不译 诸位同修 你们听了老法师 这段语意深长的话 有何感触 你们明白老人家的良苦用心吗 一代圣僧 心系正法九注 心系苍生离苦 一位可亲可定 辞为善良的老人 一位令我 敬仰的恩师 一位修行路上 引导我前行的导师 今生能欲明师 我心足矢 第十七愿 诸佛称探愿 愿文是 我做佛师 十方世界 无量差中 无数诸佛 若不共称探我明 说我功德 国土之善者 不取正觉 这一愿 非常重要 如果没有这一愿 西方极乐世界再好 我们也不知道 是谁告诉我们 有个西方极乐世界 是十方诸佛告诉我们的 用什么方式告诉我们的 用赞叹的方式 十方诸佛 共同赞叹西方极乐世界 使我们认识了西方极乐世界 这一愿 愿文的大意是 我成佛的时候 十方世界 无量佛国里 无数的佛 假若不都在称探我的名号 演说我的功德 和国土的善好 我不称呼 愿文中的称 是称阳 宣称 探 是赞叹 探赏 从这一愿里 我们才看清楚 阿弥陀佛的教区 是近虚空变法界 这一愿显示 十方世界 无量差动 是讲解 十方世界 谁知道有阿弥陀佛 谁知道有极乐世界 我等 今之往生 教者 偏此愿恩 善思念之 我们对这一愿 要顶礼 要感恩 为什么 人真信了 他这一生 成佛去了 你要是批评 让出信的人 改变信仰 对这个产生怀疑 你就把他这一生 往生极乐世界 成佛的机会 给断掉了 这叫断人法身会命 断人法身会命的罪 比杀生的罪 比杀他生命的罪 还要重 杀人生命 是堕地狱 断法身会命 一定堕无间地狱 将来地狱罪报 完了之后 再得人宣 生生世世欲迟 不问经法 这罪太重了 你就知道 反过来 随起赞叹 这个功德大 不但成就别人 将来自己成就 正如黄念老所说 忘息意味 若无此愿 则我等身在 梭婆会土 六道轮回里头 如何能闻 彼土之教主 与佛刹之名字 彼土教主 就是阿弥陀佛 佛刹名字 是极乐世界 彼佛 彼土 圣庙功德 清静庄严 若未曾闻 又何由发起 求生 彼土之圣愿 这正是 关键所在之处 所以 古德 常跟我们说 宁动 千江水 不动 道人心 他已经 行在正道了 你把他改道 你让他走入误区 这个责任 背不起 故今日 我等 能闻 净土法门 实有 此愿之力 自从 慧远大师 在庐山 见念佛堂 一百二十三个人 求生极乐世界 各个往生 远攻 自己往生的时候 告诉大众 极乐世界 在这之前 见过三次 定中 见到的 念佛堂 打坐 入定时 见到的 没有告诉任何人 这一次 是第四次 佛来接引 他要往生 而且 看到联社 之前 往生的 同学 通通在 阿弥陀佛身边 一起来接引 而且 他还能 指出 哪一个人的名字 都叫得出来 这是给我们 做正转 从远攻 大师到现在 每一个朝代 有多少人 念佛往生 不计 哪一个宗派 哪一个宗派都没有 净土 输胜 为什么 净土 容易 净土 主张 代业往生 其他任何一个法门 都不代业 没有代业的 一定要自己 断烦恼 提升自己的境界 你烦恼习气 断不掉 你提不上去 这个法门 不需要 只要相信 只要想去 愿 就是我想去 你看多简单 八万四千法门 度八万四千种 不同根性的众生 不是普度 念佛法门 是普度 无论什么法门 通通得度 一门 就是一切门 一切门 就是一门 这个要懂 这个不懂 你的佛 白学了 所以 对一切法门尊敬 就像 善财童子 五十三餐一样 善财 修什么法门 修 念佛法门 怎么知道 第一个 善知是教他的 第一个 先入为主 中国人 有这个意识 印度人 也有 德云比丘 四十花言 叫吉祥云比丘 是一个人 这第一个访问的 他是修 波州三妹 专念 阿弥陀佛 当中 五十一位 善知识 代表 无量法门 代表 大城 小城 显教 密教 宗门 教下 这是中国人 分的 代表 所有法门 最后一个 法门 第五十三 普贤 菩萨 十大愿望 倒归极乐 一头 一尾 我们就明了了 善才 童子 师兄 念佛法门 往生极乐世界 成就了 大方广佛 华言 这一愿 也就是提醒 互相赞叹 多么重要 法门都好 要赞叹 不能比高低 凡是比 都是堕地狱 为什么 毁谤法门 那个法门 是佛说的 你要毁谤它 是毁谤佛法 毁谤佛法 必躲无间地狱 不但佛门 不同法门 要互相赞叹 对其他宗教 也要互相赞叹 为什么 只有互相赞叹 世界 才会有和平 中国佛教的 三学一元 三学 第一个是律 第二个是禅 第三个是教 律 禅 教 都是释迦牟尼佛传的 你批评哪个 都是批评 释迦牟尼佛 批评这个支派里的 祖师大德 批评这里面的 所有修行人 你不堕地狱 谁堕地狱 要知道是一元 是佛说的 世出世间一切法 何为贵 为什么不能和睦相处 为什么要斗争 斗争 是毁了自己 也毁了别人 社会 大众的影响会更大 他们会对宗教不信任 都不是好东西 你看他们自己 互相斗争 所以 我们只有赞叹 没有毁谤 为什么 我们不能 谤佛 不能谤法 不能谤 祖师大德 要给社会大众 做好榜样 个人的根性不同 佛应激说法 说出无量法门 这无量法门里边 包括各种不同的宗教 所以 世界宗教是一家 赞叹 太重要了 是因为弥陀 有第十七大愿 所以我们今生 能遇见这样一个 殊胜方便的法门 大家想一想 法葬求愿 明文十方者 是为了什么 绝不是为了自己的知名度 而是心心念念 都是为朴摄 十方一切众生 往生极乐 究竟成佛 如果 没有这个愿 十念必生 以及 其他的愿 也形同虚设 十念必生 是无比殊胜 但根本没有听见过佛号 又怎么会实念 就连一念也不会有啊 阿弥陀佛 是性德 是性德的名号 性德 是一切众生所共有的 用众生这个共同的性德 来做修行的方法 妙极了 所以 只要念阿弥陀佛 就把一切法 全念尽了 不但是佛法 佛法 这两个字 也可以概括 一切法 实际上 一切法 就是谭经上所说的 何其自性 能生万法 万法的总号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是性德的第一德 称号里的第一称号 我们中国汉字 编排顺序 第一个就是一字 一 就是道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法 这一 代表道 所以阿弥陀佛 就是这个一的意思 所以我们要知道 弥陀的心 只为 朴摄 十方一切众生 往生极乐世界 究竟成佛 你看看 多难得 我们要感恩 我们怎么忍心来破坏 忍心破坏的是无知 是不懂佛法的人 真正懂得佛法的人 决定不干这个事情 若要佛法心 唯有僧赞僧 牢牢记住这句话 愚人不要争 什么都好 真正的好 将来往生 做出一个好榜样 那就是最好 圆满的好 佛门搞互棒 真是不应当 诸佛教诲的 和谐第一方 佛佛要互赞 佛法才兴旺 世间何为贵 不何必遭殃 宗教是一家 不分你我他 一切皆称佛 大愿圆满了 墨法众生 刚强难化 天天造业 毁谤佛法 信口开河 胡言乱语 批祖 骂诗 满口粗话 宗门教下 世家传法 法门平等 无有高下 天天计较 你低我高 迷惑颠倒 谤佛 谤法 事出 事法 都要放下 法上应舍 何况非法 牢牢记住 三学一元 世界宗教 本是一家 这节课 就交流到这里 感恩大家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